海上刮起一波波的長浪 這裡是宜蘭的烏石港 由於海魁颱風來襲 原本假日應該要是滿滿的遊客景象 如今空蕩蕩一片 海巡署人員也都在岸邊巡視 甚至插了四隻禁止游泳的紅旗 要提醒民眾千萬不要下水 昨天一收到東北角風景處的 封島要三天的消息 我們就都已經把客人 這三天都全部取消掉 六日來講的話 大概一天200多個人會來打船一艘船 金額大概十幾萬左右 龜山島封島到9月4號 也讓賞金業者通通取消了客戶訂單 等於這個假日都泡湯了 兩天加起來損失大約十幾萬 只是上半天宜蘭都還沒感受到強烈風雨 還是有不少遊客沒有更改行程 我們剛剛去吃蔥油餅 然後就過來這邊買東西 因為沒有受到這個颱風的影響 你的行程 不會不會 沒有 怎麼說 沒風沒雨 盡頭來到市區 宜蘭礁溪的唐維溝溫泉公園 最著名的就是遊客可以泡澡 但是因為颱風關係 生意也明顯下滑 兩三百個人 大概六七成應該要 你現在觀光工廠之類的 也是盡量以室內為主 但也有新竹來的遊客 因為早在前一天就提早抵達宜蘭 因此行程照舊 受到海魁颱風的影響 全台嚴正以待 儘管生意受到影響 但天災來臨也是沒辦法的事 TBS新聞網經營高指導建議區 吳欣燕一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